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GORISTIME PIECE GDC4的小剛 那你們一定要告訴小剛 那小剛現在今天帶的這個RM 假的這個理產的RM 叫做FM 那你覺得小剛帶這個FM 不是 講錯了 小剛覺得帶這個RM比較好看了 還是帶勞力士比較好看哦 留言在下面讓小剛知道一下 那今天影片也看這個 經典的這個奶白河 這個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勞力士 那講到這個勞力士 很多人就天天問小剛 哇 你開箱 你竟然這麼買到這種勞力士 ROLLEX 是不是以工價買到 或是你什麼是不是很 就是特殊的待遇這樣子 其實都不是哦 這也不講了 我買了這個FU給大家看 我幾家我幾家都吃更炒家 對吧 所以我手上這一支 我也是以試駕 去購入 入手回來購買 來拍影片給大家看 那拍了之後呢 小剛一般上都會放在網上 就是轉讓給真的是喜歡的朋友 而且小剛轉讓的價錢 基本上都會比私價低個好幾千哦 是馬幣好幾千哦 因為小剛也太多表了 所以不要以為小剛真的是那麼好哦 VIP哦 天天可以以工價買到勞力士 都是啊 在我幾幾個次炒嘎 那今天來 就來跟大家就是簡單的 做個開箱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全新的勞力士 Rollex的這個空霸 空中霸王啊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名字 AirKing 這個126900 2022年全新最新發佈的這個款式 那有很多小伙伴他第一眼就說 這個跟舊的好像感覺看起來是一樣嗎 那其實他有一些細節上還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小剛就在這邊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勞力士 你基本上很多頻道也有在做 然後是網上一收啦 哇 所有的資訊都有 那小剛就在這邊 既然有這支表啊 就在這邊跟大家做個開箱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安排 還是那季 非常經典的一個 logo在這邊 拿著一種奶黃色的這個表盒 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哇 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可以這樣開 非常的漂亮 哇 這個質感 讓大家盡看一下 勞力士的表盒真的是 其中一個我個人非常喜歡 去摸的這個這個表盒 這真的是非常的優秀啦 做的這個質感非常的棒 那再來呢 我們打開之後呢 哇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一支表 非常的特色 我們簡單來先看一看 這一支表 哇 非常的漂亮 上面這個格 那你打開之後呢 就是有一些 這個 它的這個 型號 這個 Air King的型號 這本手冊 你可以看到裡面 再來就是有這個皮套啦 這邊有一些 如果你有這個原裝購買的收據 再來就是這一張非常重要的 出身卡 這個寶卡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那你會看到 那小剛這一支非常的漂亮 日期是這個 18號8月 188 哇 真的是 帥 再來呢還有就是 這一本也是 一定會有的 每個勞力士 這個 Guaranty Manual Worldwide Service 那我買過的勞力士 有一些 就是我在專櫃 一手錶 就是新錶 我在專櫃買的 那有一些 他們是把這個收回的 那有一些 他們就把這個 就是一起給你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你買新錶 也不一定會給的 這個 那如果當然有給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小白卡 它是有 它是有這支錶的這個型號 那我手這邊就折了 那這個是126900 那再來就是有非常經典的這個 勞力士的這個 綠色的這個小吊牌 這個這個白色的小吊牌 我們很快速的來 幫他來 啟動一下 來做個簡單的上鏈 讓大家聽一下 啟動了 開始跑了 非常的 這個手感非常的好 非常的順滑 勞力士的機性 這個感覺 永遠都跑不掉 如果你有玩過 就是有摸過 很多勞力士 有上手過 玩過的話 這個手感 永遠都是這麼的 這個經典 這個勞力士的這個 商店的這種手感 那我們再把時間移開 好移到這邊 好搞定 龍頭再鎖回去 龍頭再鎖回去 這個就完成了 非常的簡單 那這個也是我個人喜歡 沒有熱力的一個好處 不用去 減少了它裡面的一些零件 的構造 那非常的簡單 上鏈條時間就可以佩戴了 這個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 沒有熱力 整個表盤也看起來非常的平衡 更加的完美 就看到非常大的這個369 也是勞力士 非常經典的這個設計之一 這一次小剛要提一提這個 表盤的部分 其實舊的款式 上一代了 上個款式 它的那個黑 它是MAT 我們叫MAT BLACK 那一種就是霧面噴砂 就是霧面處理的黑的表盤 那些新的呢 它是比較像這種 我們英文你可以叫做 這種LUCKED OUT 它就好像 廣東話 勞力士我們叫什麼 LUCKED OUT 對不對 就這一種好像這種鋼琴 氣面這樣子的 就是它是深黑 黑到是反亮的這種 Glossy Black 那不要誤會哦 它不是 Sunburst 它不是這種放射紋 它這一種黑是 非常的亮 非常的黑的 它不像上一代哦 它是定的角度看 你是可以看到它是霧面處理的 目前這一代的 這一個表盤呢 我個人非常喜歡 這瞬間把整個表 拉高了幾個檔次 如果我們從正面去看呢 其實最明顯就是你一定會發現 它的這個表冠的部分 它是多了這個護橋的 這個 Crown Guard 這個也是最明顯的這個 這個細節的提升 因為上一代 在116900是沒有的嘛 那再來就是這個表盤哦 你可以看到正面去看哦 它這個 零五分這邊哦 之前只有一個單五的數字哦 現在多了一個零在前面哦 就變了這個零五哦 那這個也是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369這邊哦 那之前它是整個沒有夜光的 就是這個白金的材質 那現在它就換了白金的框還是一樣哦 然後裡面是填了這個 啊夜光的部分哦 所以369現在是全部都是有夜光哦 這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哦 那說到這個表克的這個部分呢 來到側邊哦 你看到它整個側邊去看哦 旁邊呢我們說 這表克的左邊右邊你去看哦 其實它是把整個表克做了是 呃沒有之前那麼肥沒有那麼厚 看下去更加的呃 有現代勞力式的那個味道啊 那整個表克是做了更加的薄哦 那這個也是啊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 所以你從旁邊去看其實它非常像水鬼哦 就像這個submariner水鬼的系列哦 那來到表扣的部分呢 你會看到啊它也是跟上一代哦 呃有分別的哦 那之前的是單開的扣嗎 就是你直接掰開的哦 那現在是用了雙開的扣哦 那這個也是呃有改良提升的哦 就是跟這個呃 探險家探翼啦 這一些都啊 目前是已經用了這個 呃一樣的這個表扣的哦 那還是一樣整個表呃 整個表鏈都是一樣這個拉絲 霧面處理的哦 基心的部分呢也是用了這個全新啊 就是目前勞力士3230的這顆基心啊 然後也是一樣啊 這種forwards啊28800啦 非常多勞力士這一種 自家的這個呃專利的這一些 呃科技啦 然後呃動力儲存也是一樣哦 可以高達70個小時 呃的儲存動力哦 這些都是勞力士的基心啦 基心在那邊我就不多講了齁 那今天這一款就是小剛想跟大家分享的 勞力士空霸126900哦 Aking 我們下期來見 我是小剛